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你好呀 我是孟一 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 我们生动活泼正在招聘播客节目监制和声音设计师 如果你对全球商业科技的动态充满好奇 同时热爱文字 擅长逻辑 我们愿意为你提供全职 或者是四个月以上的实习机会 欢迎在本期节目的show notes 也就是单级简介当中查看职位信息和申请方式 期待你的来信 好了 要分享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7号 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今天我们首先会来关注到的是 查百道上市的最新动态 也会和你一块来看看百度在汽车领域的多个变化 当然中东国家加入AI军备竞赛也值得我们的关注 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打开全新的一天 查百道正式提交上市申请 赴港冲刺IPO 8月15号 新茶饮品牌查百道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 提交了上市申请 查百道成立于2008年 主打新式茶饮 窄门参演的数据显示 查百道人均客单价在15到16元之间 属于中部价格代 招股书显示 去年查百道的总营收额大约是42亿人民币 净利润接近10亿元 查百道在全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门店 覆盖31个省市 不过其中只有6家是直营门店 由于他们也采取了加盟模式 货品和设备销售也占据了查百道超过9成的收入 根据咨询机构沙利文的统计 去年查百道的市场份额 在中国新式茶饮店市场当中排名第三 另外在今年的5月和6月 查百道又完成了两笔融资 近2021年耐雪的茶在港交所上市之后 最近新茶饮行业也迎来了一股上市潮 根据彭博社7月的报道 目前至少有6家中国奶茶连锁品牌 正准备在香港和美国上市 好莱坞编剧罢工新进展 双方有希望重回谈判桌 今年5月好莱坞编剧们开始了罢工 7月份演员们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我们早咖啡在上个月的节目当中 也分析了他们的罢工原因和影响 最近编剧罢工有了新的进展 根据彭博社8月15号的报道 电影电视制片人联盟AMPTP 也就是影视公司和流媒体平台的资方代表 向美国编剧协会WGA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 资方已经同意 不会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编剧 会确保剧本由人类编剧创作 在基本待遇的问题上 资方也同意把编剧第一年的基本工资提高5% 另外由于编剧和演员们在流媒体时代的重播版权费被大幅度的降低 他们要求从流媒体平台获得回报 在这一问题上 资方提出将会和编剧共享流媒体服务上的观看市场数据 如果编剧的节目在其他平台上播出 他们剩余的报酬将会有超过20%的提升 美国编剧协会表示会考虑制片公司们的提案 并且在这一周之内做出回应 编剧们的罢工已经持续超过100天 在演员们的加入之后 好莱坞更是陷入了停摆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光是在加州 编剧和演员罢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每天就接近3000万美元 吉利百度合作造车新变化 推出吉月替代吉度 8月14号 吉利发布了新汽车品牌吉月 由吉利汽车和百度合作打造 吉月表示 吉利将负责生产制造 发挥研发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的优势 百度将会在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和AI技术上提供支持 两年前 百度和吉利汽车就合资组建了吉度汽车 由百度控股 吉度汽车原本计划是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启交付 财新的分析认为 从吉度到吉月 就是围绕生产资质的转换 吉月汽车的控股股东变成了吉利 可以直接使用吉利的生产资质 而产品也将会在吉利的宁波工厂生产 原来吉度的门店还有社交媒体 都已经更名为了吉月 而工信部新车目录当中 吉月01和此前吉度的车辆相比 造型和品牌标志都没有变化 知情人士对财新表示 在吉利和百度的合作当中 百度的角色在逐渐弱化 吉利成为了主导方 比亚迪暂停和百度的自动驾驶合作 转向自主研发 根据南华早报8月15号的报道 比亚迪已经暂停了和百度 在自动驾驶技术上的合作 将会着眼于自主研发智能汽车软件 去年3月 比亚迪同意在自己的电动车中 使用百度的技术 比如导航和自动泊车系统 这在当时被视为百度自动驾驶部门 Apollo的重大胜利 不过这次暂停合作 是因为比亚迪认为在短期之内 还很难看到自动驾驶技术 在电动车大众市场上的前景 百度已经投资了数十亿人民币 在Apollo项目上 今年3月 百度获得了北京市政府的许可 可以在驿庄的指定区域 经营无人网约车的服务 车上不需要配备司机或者是安全操作员 南华早报认为 这次合作的取消 反映了中国自动驾驶行业 所面临的困境 由于技术问题 监管限制和安全问题 完全自动驾驶的实现还非常困难 腾讯音乐二季度 在线音乐的付费用户破亿 8月15号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发布了今年二季度的财报 财报显示 二季度腾讯音乐的总收入 大约是73亿人民币 净利润超过15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接近五成 由于音乐订阅收入和广告收入的增加 在线音乐服务收入增加接近了50% 在总营收中的占比 从过去的不到三成增加到接近六成 在线音乐服务也首次超过了社交娱乐 成为腾讯音乐最大的收入来源 腾讯音乐的在线音乐付费用户数 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 用户数量和付费率也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从去年开始 腾讯音乐的社交娱乐服务收入就一直在下滑 国庆证券的分析认为 腾讯音乐在今年6月份 开始对直播业务进行了生态整治 主动对部分互动玩法进行了限制 在这个影响之下 社交娱乐板块收入低于此前的预期 中东国家购买英伟达芯片 加入AI军备竞赛 根据金融时报8月14号的报道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球场国 也加入了全球AI军备竞赛 他们正在购买数以千计的英伟达AI芯片 知情人士透露 沙特已经通过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购买了至少3000枚英伟达H100芯片 总价值超过1亿美元 沙特将使用这些芯片 构建自己的云服务和大型语言模型 另外这所沙特大学 还拥有至少200个英伟达A100芯片 目前他们也正在开发 搭载了数百个英伟达芯片的超级计算机 这台计算机也将会在今年投入使用 阿联酋也获得了数千枚英伟达芯片 作为在2017年成为全球第一个 成立人工智能部的国家 阿联酋政府已经发布了自己的开源大语言模型 亚马逊推出可以总结产品评论的AI功能 根据美联社8月14号的报道 电商巨头亚马逊正在测试一项新的生成式AI工具 可以为用户总结产品的买家评论 生成的内容将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在产品详细页中 用户可以更快地了解其他买家的意见和评价 从而节省了筛选和阅读大量评论的时间 目前这项功能已经在亚马逊的应用上向部分美国用户开放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覆盖更多的用户和产品 科技媒体TechCrunch的分析认为 人工智能总结的评论质量取决于AI涉入的数据 亚马逊表示只会总结来自经过验证的买家评论 并且会通过分析用户登录活动评论历史记录等等方式 防止虚假评论 多年来亚马逊一直在和虚假评论做斗争 仅仅在2020年一年 亚马逊就屏蔽了两亿条虚假评论 亚马逊还起诉了购买虚假评论的卖家 奈飞开始在电脑和电视上测试云游戏了 根据路透社8月15号的报道 加拿大和英国的部分奈飞用户可以通过电视 参与云游戏的测试功能 接下来的几周 奈飞还会把云游戏的测试范围 从电视扩展到PC和Mac电脑 玩家通过浏览器访问奈飞的网站 就能玩到游戏了 奈飞在2021年11月 推出移动端的游戏 进军游戏产业 但到目前为止 这家公司的游戏只能在手机上访问 去年秋天 奈飞的高管表示 公司正在探索云游戏业务 希望可以在电视和电脑上 来提供奈飞的游戏内容 根据科技媒体TechCrunch的报道 奈飞计划在今年推出40款游戏 除了内部工作室来开发游戏 奈飞也在和其他公司进行合作 目前奈飞已经在移动设备上 发布了70款游戏 暑期档超过4亿人观影 总票房突破170亿元 根据猫眼专业版8月12号公布的数据 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 已经突破了4亿大观 创下了近4年来 暑期档观影人次的新高 同时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70亿 今年暑期档一共有4部影片 票房突破了20亿 分别是《消失的他》 《八角龙钟》 《风神第一部》和《孤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的暑期档有超过140部影片上映 不仅比去年多出了50多部 也已经超过了2019年暑期档的影片数量 电影行业人士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暑期档的票房火热 一部分原因是市场恢复后 大家观影热情被点燃 另一方面也和电影宣发团队 注重视频平台的营销有一定关系 所以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 你最近有没有进电影院看电影呢 最喜欢的暑期档影片会是哪一部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亦凡 声音授记Jack 实习生亏亏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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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